中逢三十 细念法师洗讲 尊敬的 主义法师 慈悲 尊敬的主义同修 互法大德 慈悲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 三十细念的姻缘 再一次 与大家在这个地方学习 念佛 法院 其实有姻缘 跟大家 常常见面 来听经 来念佛 是一个非常的好的姻缘 这样大家能够互 提醒 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 多失离不开 自私自利 贪 撑 吃 这个范围 最后 自己造了不少的业都不知道 所以 这个姻缘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 你看我们前面打佛期 然后 今天就三十细念 天天学习讲经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就是能够 看清 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然后 自己该怎么去用功 去努力 因为到最后 得到最大的好处 不是别人 都是你自己本身 所以师父呢 很感谢你们 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个地方 来给大家学习 也感谢我们的 雪梨尽忠学会的 证据士 请 我来到这个地方 给大家主持这个法会 因为呢 你们有在 我才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 来学习 所以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法师 请你们大德 多多关照 我以前呢 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 看人呢 有时候会很害怕 你叫我坐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 有点会发抖 以前师父讲话呢 眼睛不看人的 还是看地下的 所以 有一些不对的 请大家 多多批评 我们今天在这个 做三十 信念 法事 是最后的一天 在这个法事当中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法事当中 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啊 甚至于 我们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的 这些众生 看得到的 或者看不到的 这些神灵 能不能得到利益呢 条件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那个真诚心 就像那个印竹所讲的 一分沉浸 你就得一分的利益 十分的沉浸 你就有十分的利益 这一句话呢 是有高度的智慧 今天如果你能够明白 这一句话的道理的 内容的智慧啊 你在一切时 一切事 一切数 无论处事待人皆无啊 你那个心啊 就非常的乏死 但是我们能够做 多少份呢 那就看个人的表现 比如说我来到这个地方 做义工 你那个义工的心 你的真诚心多少 你就得到多少 而你能够表现流露出来 你那个真诚心啊 第一个出现的 在这个法会上 特别这些 往生堂上这些亡灵啊 他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呢 感动 明白吗 当他得到这种的真诚心 你们的真诚心 而受到感动的时候啊 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呢 他会来真诚心 他会来真真诚诚来参加这个法会 来诵经 来念佛 来发愿 来忏悔 最后呢 他可能得到这种的信状啊 在这个刹那时间 他就能够往生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法会目的的存在 就是看个人了 你要让一个人感动 你不能求别人 先从你自己 开始 要如何让对方感动 那个才是关键 就算对方无法感动的话 说明我们的功夫 还是不够 你还是继续来 努力修行 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十年 他不愿其烦的 他没有劝导我们 你要修福报 你要生在天道 没有 从第一遍到第三十 不愿其烦 一遍又一遍 都劝导我们 你要发愿求生净土 就是这个 所以 这个我有点给大家补充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呢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学问 我在这个地方难道不错吗 在澳大利亚生活很好 你老的时候有保障 不靠儿你 政府会养你 有什么不好 每个两个星期 政府主动的 到你的户口里面一转 你有钱花了 是不是 有什么不好呢 生病了 还有Medicare 有什么不好呢 老的时候 你不想跟大家一起住 老人愿有啊 虽然有一点难啊 难道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 所以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如果你感觉 稍微稍微的 我要入定了 你们入定 没关系 什么叫入定知道吗 不是佛家常讲那个入定 什么入定呢 这个叫做入定 只是睡觉的入定 不是真的入定 我们很多老菩萨就是这样 师父以前啊 每次到一个地方 到这个其他的道场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进宗学会啊 很多地方啊 都在跟我反应 因为他们都在一直请我去讲经 去打佛气 没有做法会 只是打佛气讲经而已 但是很多地方我都没办法拒绝了 所以他们在胡思乱想 是师父 为什么雪梨尽忠学会请你都会过来 雪梨尽忠学会的总干事 有什么给你特别的条件 以前一年两次 现在一年四次 他有什么给你好的条件 讲出来啊 没有条件的 他们都是真诚心的 你也是真诚心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入定没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要发愿求生净土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苦口婆心都劝导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而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一切祖师大德 包括中风伙师 都劝导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西方极的世界有什么好处呢 说实在的 如果我说假如了 如果今天你能够把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环境的美好 那种环境的快乐 那种环境的幸福 在那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就如同佛在弥陀经讲的 一切众生 就是所说的 都是快乐的 没有苦 不要说苦 连苦的名字都听不到 假如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假如了 你明白了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说破世界之苦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 送了一块国土 他告诉你 他说 这个国土我供养给你 然后请你做这个国王 让你这个享受荣华福贵 你会做这个国王吗 你会吗 说老实话 当然我会啊 但是你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对这样的 不会有一点点的贪恋 为什么 都是假的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 他作为一位一个太子 将来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都是敬范王 作为一位国王的主 有权利享受荣华福贵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做王位 没有啊 选择放下 过一种简简单单的生活 树下一树 三一一波 他没有选择这个王位 他知道 他不是究竟 他不是永恒的 就像我们现在 你的身上 你的家里多少的财产 你的户口有多少的钱 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还是你的 你还是带不走的 他不是究竟的 不然的话 不然 你看那个道立天的天主 道立天的天主是谁 是谁呢 道立天的天主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 一皇大帝 西方国家 称为上帝 上帝 就是指的 就是一皇大帝 就是这个道立天的天主 在佛教里面 他的法名叫 尸体环音 释迦牟尼佛 在讲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代表天界跟人道的是谁 尸体环音 就是道立天的天主 来代表什么呢 你的主人 都已经现在开始念佛了 你还不念佛吗 道立天的天堂 那种快乐 我们这个世间 能够相比吗 相比不了的 不要从他的物质生活的享受 从他的寿命来讲 一天在道立天 我们人间一百年 你在那个地方 能够享受多少的寿命 一千岁 你想一想 那边的物质生活很快乐 确实真的很快乐 让你去享受 连释迦牟尼佛 那个弟子 难陀 释迦牟尼佛 带到他道立天的时候 天天想着道立天 不好好用功 怎么能够来享受 这个道立天的待遇 你说 道立天的天主 比我们这边的相比怎么样 差了几千倍 几万倍 但是道立天的天主 最后 他还是念佛 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 在讲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他老人家 为什么来代表呢 就是要告诉你 他也是在念佛 也是在发愿 将来寿命到了 他要到西方几个世界 难道我们比他好吗 难道我们的生活 比他好几倍吗 比不了 他老人家 也是一样 看到究竟 什么呢 不是永恒的 不是实在的 总有一天 无常会来年的 就算你怎么样的争取 就算你今生看不破 放不下 对你这个物质生活的享受 对你所有能够占有的 这些的物质生活 总有一天 你还是要离开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难道西方几个世界 你不去了吗 打死你啊 打死你啊 我也要发愿 说实在的 像师父 每一天 打那个蜡烛 打开 造一个香 祈求弥陀 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将来 寿命到了 离开这个世界 赶紧到西方 起的世界 这个是我的祈祷 将来我也是一样 时间到了 赶紧去亲近阿弥陀 为什么 苦啊 真的很苦啊 师父 我这天 生活不错啊 哪来有苦呢 还没来 时间未了 时间未到 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才发现 那个时候要来念佛 来得及吗 来得及 但是太匆忙了 本钱不够 所以今天我们啊 要每一天培养 每一天培养 每一天培养 去培养他 天天阿弥陀佛 除了工作 处事 带人接物 只要有时间 我要好好念佛 就算五分钟 十分钟也好 我要天天念佛 因为这个是我 依靠的一条路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想 对我们将来 一定会有好处 这个就是我们 做三十信念 最大的目标 就是用在这个地方 不简简希望 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神灵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良我们自己 你也要发这个愿 请问 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呢 请问 你哪个地方 还不明白的吗 师父讲的这句话 你能够领悟多少呢 师父 很难 所以现在啊 听经的人多 悟道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眼睛在这个地方 身体在这个地方 当时我相信 你那个心啊 胡思乱想 对不对 看手表 时间到了没有 师父你还讲多久 我已经要上厕所了 心不在冤 经典里面所讲的 你那个心 不专注在听什么心 在讲什么话 你那个心 三心两意的 你能够得到受用吗 得不到受用 所以现在的人啊 学佛啊 很不耐心 真的很不耐心 以前学佛的人啊 是怎么样学佛的 跪下来的 求法 以前的人听经 都是站着的 如如不动的 现在的人 很好命 放在椅子 坐在那边 轻松轻松的 不坐椅子 我就回家了 坐在椅子的时候 还不会忘记了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是星巴克 星巴克 买杯咖啡 买个面包 买个饼干 一边听经 一边吃 现在的人真的啊 众生不好度啊 说实在的 讲了好多遍 最后呢 师父 我还是听不懂 那怎么办啊 那就看个人了 所以真的 不容易 所以 这个法会 能不能有收获 那看大家的真人性 好 我继续给大家来 讲讲这个 昨天啊 这个五柱辅沙 这个修行的过程 这个麦克风可以大声一点 有一点吃力 这个五柱辅沙 我昨天已经给大家说了 他发愿了 就是修 此心善美的 就是要发愿 见这个弥勒菩萨 要见这个弥勒菩萨 他要见这个弥勒菩萨 那为什么他要老人家 要见这个弥勒菩萨呢 就是要求弥勒菩萨 给他印证 我的此心善美啊 有没有修成就 结果修了好多年 修了好多年之后呢 真的 最后一次 弥勒菩萨现身了 当五柱辅沙 见到了这个弥勒菩萨 心里面有没有很开心 有没有 虽然有开心 但是开心不起来 要明白这件事 他已经见到弥勒菩萨了 应该很欢喜的 但是呢 无助菩萨呢 他欢喜不起来 为什么呢 他心里里面有委屈啊 而这个委屈呢 他没有解开 很无奈 就好像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遇到了一段好事 但是这个好事 有时候你欢喜不起来 远都远因 那五柱辅沙在这个地方啊 他就借这个因缘呢 就告诉弥勒菩萨 就是等于跟弥勒菩萨 诉苦了 就师父好像 常常遇到一些居士 跟师父诉苦 所以有时候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在想 我选择这个出家 是不是对 你看有人解分刚刚几年 本来好好的 吵到两个人了 不省人事 你说快乐不快乐 诉苦 那种诉苦 是我该怎么办 那个五柱菩萨呢 就跟弥勒菩萨诉苦 他说啊 弥勒菩萨呀 你是大慈大悲啊 这个我一点怀疑都没有 你真的是大慈大悲的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现身呢 你知道啊 我等你啊 等到今天 等到好辛苦啊 你知道吗 弥勒菩萨 像以前师父 小的时候 常常听一道 听到一首歌 大家有没有听得很熟悉 来师父唱片 你听一下 有一首歌 等你等到我心痛 有没有 有没有 等你等到我 有梦 不是这个吗 我等你 好心疼啊 你知道 我这个梦里面 等得太久了 我好辛苦 你知道吗 跟他诉苦啊 而我最委屈的就是什么呢 您老人家还用一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去吸那个母果的浓窗 把他弄 把他吸干净了 你才现身啊 你用这种方法 让我来见到您这个老人家 我有一点委屈啊 而这种的方法 是不是有一点太折磨了呢 所以啊 这个五柱菩萨很无奈啊 真的啊 米勒菩萨 献一只那个母果 而且这个母果身上 又长了一块那个浓窗 这个浓窗又很臭 用这种的方法来献身 所以啊 五柱菩萨呢 他很委屈 很无奈 虽然我现在见到您了 但是我那个心开心不起来 那米勒菩萨看到五柱菩萨 这样的情形啊 就告诉你啊 他说啊 五柱菩萨 五柱菩萨呀 你不能怪我 你知道吗 当你那一天发愿 要见米勒菩萨 要修持仙三美 到这些深山去修行一个人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已经在你的身边了 当你发这个愿的时候 我已经在你的旁边 你知道吗 只是因为你没有见不到我呀 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那个慈悲心啊 那个慈悲心没有真正的把它流露出来啊 因为你要知道 修持仙三美的就是要修什么呢 大慈大悲 无条件的慈悲啊 你没有把它彻底流露出来 你怎么能够看到我呢 这个就是米勒菩萨告诉五柱菩萨的 你怎么能够看到我呢 我每天都在你的旁边 你怎么能够见到我呢 而在这个时候 米勒菩萨又对五柱菩萨开始 做一个提醒 虽然你现在发愿这个 修这个法门的慈悲心 但是你那个慈悲心啊 有时候退退 静静静静退退的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所以你这个慈悲心啊 无法三昧的成就 你怎么能够见到我呢 这个你怎么能够怪我呢 你是不能怪我的 我天天在你的身边 你甚见不到 前面你看到的种种的视线 包括你看到的那位老阿婆 也都是我视线的 但是你一丝毫都没有发学到 你一丝毫都没有去看得到 你能够怪谁呢 只能怪你自己 你那个慈悲心 没有真的落实在生活 然后米勒菩萨讲完这一句话呢 请问五柱菩萨 有没有相信 他不相信 你看 不要说我们 连那个五柱菩萨 这样的境界还不相信 你不相信 米勒菩萨怎么办呢 只能拿着 最后的一张牌 就是最后的那一招了 哪一招呢 他就告诉米勒 告诉这个五柱菩萨 好 既然你不相信 我真的在你的旁边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试验 做什么试验呢 好 我们现在下山了 看看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个米勒菩萨呢 就跟着这个五柱菩萨下山了 于是呢 米勒菩萨跟着这个五柱菩萨下山呢 米勒菩萨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五柱菩萨的肩膀上 米勒菩萨坐在这个肩膀 米勒菩萨坐在这个五柱菩萨的肩膀 然后跟五柱菩萨一起下山 一起下山的时候呢 遇到了第一个人 遇到了第一个人 然后五柱菩萨就问这个人 那你现在 你看好 在我的肩膀上 有一位米勒菩萨 请问 你有没有看到呢 这个人怎么回答呢 怎么说呢 他说啊 你有神经病 你神经有问题 什么菩萨 连的个影子都看不到 什么来的菩萨 而且啊 这个人走之前啊 在他这个五柱菩萨 咕哩咕哩的 咕哩咕哩的 跟他说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了 要小心 遇到这个人以后 要赶快避免 走开 神经有问题了 没想到 这个五柱菩萨呢 又遇到了一个人 也是问同样的问题 问这个人 你看好了 在我的肩膀上 有一位菩萨 就是米勒菩萨 你有没有看得到呢 也是同样的问题 给他解答 你有神经病 明明米勒菩萨 坐在他的肩膀 他跟他在一起 但是别人没有看得到 然后 最后一个 结果呢 是怎么样的 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发生了 无助菩萨 无助菩萨 问这个最后的一个人 你有没有在我的肩膀上 看到米勒菩萨呢 这个人怎么说呢 我有看到 但是不是米勒菩萨 只看到一条 只看到一条 死果而已啊 死果 一只果 已经死了 一只果 在他的肩膀 而看到这个死果的人 这么多人 遇到的 只有一个人 看到米勒菩萨 现一个死果的像 给他看 而看到不到米勒菩萨的身 是什么缘故呢 就像你前面 无助菩萨 你那个心 慈悲心 没有 所以米勒菩萨 明明坐在你的肩旁啊 所以米勒菩萨 天天在你的旁边 但是你看不到 什么样的原因呢 米勒菩萨 就告诉无助菩萨 下面的那句话 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米勒菩萨 告诉无助菩萨 最大的原因 就是你那个心 没有佛心 所以你见不到我呀 从这个地方 这个故事的例子呢 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诲 什么教委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 我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啊 用功可以说没有用功 不能说没有用功 我天天都在念佛 为什么到现在 没有得到弥陀的加持呢 不要说得到弥陀的感应 连阿弥陀佛现在这个影子 我们都没有看得到 什么样的原因呢 从这个故事里面 你可以去反省 可以去调整 一看这个故事 一目了然了 很多事情不是在 佛菩萨那边的 很多事情是在我们自己 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 不是佛的问题 是你自己有问题 是不是我念佛当中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在念佛当中 我没有依教奉行吗 像中风果实告诉我们的 阿弥陀佛从来不舍弃我们 阿弥陀佛从来不离开我们 哪怕是今天你没有成就 哪怕是这个人已经造了忤逆十恶 阿弥陀佛也没有从来离开我们 天天在我们的旁边 关怀关注来爱护我们的 这个是事实的真相 只是现在你那个佛心 没办法显出来 把这个阿弥陀佛 本来可以跟你相应的 你把它隔了一层了 能怪谁呢 怪你自己啊 所以一定要反省 一定要检讨 为什么有人念佛 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能够蒙阿弥陀佛的感应 为什么我今天念佛 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法喜 我为什么一边念佛 一边起烦恼 我为什么念佛 我的毛病到现在 还改不过来 能怪谁呢 自己要反省啊 不能怪佛佛萨 很多事情都是出在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一个人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今天你能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关键在哪里 幸运之有 你那个心有没有阿弥陀佛 你那个心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有人说 师父 阿弥陀佛太远了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太遥远了 一个佛国土 能够有三千大千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多远 这个是你的分别心而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在当下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在这个礼堂 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这个雪里 就是在这个澳洲 只是你那个心 被迷住了 而跟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隔了一层 难怪谁呢 所以这个故事 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的心为什么没办法跟阿弥陀佛相应 中风告诉我们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信阿弥陀佛 你那个领悟没有去领悟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是不会怪别人的 你那个自信的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去领悟呢 什么叫做领悟 什么意思 你那个心有没有放在阿弥陀佛上吗 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那个心有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应吗 经上不是讲的吗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有没有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 因为你那个心天天想的是什么 你的分别 你的执着 你的妄想 你的贪欲 你的欲望 你的称慧 你的自私自利 你的明文立养 你的这个五一六成的享受 你那个心 怎么跟阿弥陀佛相应呢 你那个心怎么念佛 你也无法快乐 发喜美满 为什么 看不破放不下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从这个故事可以带来给我们一种启发 什么启发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比如印主过去在世的时候 常常讲 告诉我们什么 看一切人 下面是什么呢 印主过去 常常在世的 讲什么呢 看一切人 什么 皆是菩萨 结果呢 我们天天看 左边外边 上面下面 怎么看 有像菩萨吗 有没有像菩萨 没有啊 所看到的就是你的分别心 我喜欢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我厌恶 那个厌恶 我讨厌 这个讨厌 不是看这个 所以啊 印主告诉我们 就算这个人是反复 就是这个人是菩萨 在我们的身边出现的 我们前面 说老实话 照样 也是看不下 真的看不下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 讲经完之后 你走这个门出去的时候 你看看 那个人是菩萨吗 那个人是阿弥陀佛吗 分别心就出来了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我要来提醒 很多很多 这些邪佛的人啊 包括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认为 这个菩萨总为是什么 一定要高高上上的 就是坐在高高上上的 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甚至于一定 这个头要戴什么呢 戴个宝冠 或者这个身皮 阴露 甚至于这个手 要拿着一个净瓶 像观世间菩萨那样 请问主意同修大德 这个才是叫做菩萨吗 我们一定要知道 诸佛菩萨 视线在这个世间 都是随着众生的需要 所谓的 众生有感 菩萨才有应 像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项 应什么声说法 他就献什么声来说法 看你的需要 有时候观世音菩萨化为一只蚂蚁来为我们说法 有时候观世音菩萨化为一只蚊子来为我们说法 看什么需要 你什么需要 观世音菩萨就来化身 来为你说法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我要来到雪梨打佛器 我在新加坡的机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大家分享 我在飞机场 在登机门 门口 坐在那边 突然间有一位老人家 坐在我的前面 而这个老人家头发很白 但是他的脸上很迟晓 那坐下来他跟我讲 法师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 我说可以 他讲了大概将近十几分钟 讲完之后 他说我要飞了 没有时间 我说你要飞哪里 他说要飞台北 当他走了之后 我才醒过来 醒过来什么呢 他所讲的事 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事 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的问题解不了开 他把这个事情想出来了 给我找他一条路 然后我就醒过来 这个人怎么知道我呢 那我就出去 不是出去 我就去找他 去问柜台 这个往台北的飞机 就是长龙的 那个飞机已经走了没有 因为我找不到 柜台的人跟我说 师父那个人 那个飞机早就很早就飞走了 哪有有现在的呢 你说 这个是事实的真相 在我的眼前 我所遇到这样的形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观世音菩萨 摇身一变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有时候 真的 你自己在这个生活上 你不承认 打死 你也不承认 什么原因呢 最大的原因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你那颗心 没有转变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佛在你的面前 菩萨在你的身边 我们可能也见不到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中风果实在此地的告诉我们 你要先聊 你要先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转变你那个心态 不是转外面的心态 把你那个心态 念佛的心态 转变过来 我以前念佛 三心两意 我现在把它转变过来 我以前念佛 一边念佛 一边厌恶别人 我现在把它转变过来 我以前念佛 喜欢常常讨厌这个 讨厌那个 我把它转变过来 我现在念佛 以前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我把它转变过来 当你整个心转过来的时候 你就回头过来 你看一下 你整个念佛的心态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像弥撒 比如说 过去 这个佛印禅师 跟苏东坡 有一次苏东坡跟佛印禅师 见面的时候比赛 比赛什么呢 他说 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 他说佛印禅师 你看我 像谁呢 佛印禅师怎么说 佛印禅师怎么讲 佛印禅师告诉苏东坡 你像佛啊 你像阿弥陀佛 你像释迦牟尼佛 苏东坡心里有没有开心 很开心啊 当佛印禅师问苏东坡的时候 苏东坡 你看我像什么呢 苏东坡直接了当 告诉佛印禅师 你像一个牛粪 这个佛印禅师也没话讲 默默的坐在那边 然后苏东坡很开心 就回到家里 告诉他的妹妹 妹妹 为什么你这么欢喜 因为我今天跟苏东坡 跟这个佛印禅师 我比赛 我赢了 为什么赢了 因为佛印禅师说我 我像佛 佛印禅师问我 他像谁 我跟他讲牛粪 他的妹妹才跟他讲 哥啊哥啊 你终于还是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佛印禅师 看你是像佛 那佛印禅师的心是什么 是佛心 今天你苏东坡看佛印禅师 像那个粪 那个牛粪 那个牛粪一样 那你的心就像什么呢 像牛粪啊 一目了然了吗 所以啊 说实在的 在这个生活当中 有时候 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有时候真的避免不了 真的 你不能把他看到你不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都是这样的 所以要转变你那个心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中奉果实告诉我们 只有迷雾有不同 没有甚反而差别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体会 你就知道 这些境界都是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自己如何去改变 如何去修行 如何改变我们的思想 如何改变我们的观念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主要 听懂没有 听懂了没有 我用中奉果实 一句话来问大家 主人 华为西蒙 谢谢师傅 要这样解答嘛 这样谁要礼貌 对不对 就是问你有领悟多少 这个就是中奉果实下面所讲的 了则见 了则头头见佛 勿来步步西方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最后我们来给大家 介绍最后的一段 最重要的 大家请合掌 中奉果实所讲的 因为时间还有十分钟 应用这个十分钟 给大家分享 上来起见三十系念 敬业道场 今当第一时 佛式语言 如上书宣 陀入弥陀大远海中 专位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求生净土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开示 最主要是讲回向 这个很重要 应该是最后的 希望我们今天做这个三十系念 我们要用什么样心来回向 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时的法式 就是这个三十系念 基本上到这个地方快要圆满了 就是说要结束了 所以要结束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回向 为什么要回向呢 因为这个法式 都是专门 操见这些亡灵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段的开示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目的 不检检这些往生堂上的 包括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看下面 第一段的开示 如上书宣 投入弥陀 大远海中 专为亡灵 求生净土 我们先看第一段 如上 如上就是前面我们开始做的 从既定真相 然后呢 大家会礼敬 大家会赞颂 大家会诵经 然后呢 来念咒 中间 中风果实 又有开示 开示之后 又有忏悔 然后呢 来发愿念佛 求生西方 如上的意思 就是这个 那书宣 书宣讲的就是功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无比 殊胜的这个功德 这个功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无比殊胜的功德 能投入弥陀 大运海中 你能够把这个功德 融入了跟阿弥陀佛 是一不是二的意思 那阿弥陀佛的大运是什么 指的就是四十八运 而且每一运能够帮助众生的 所以四十八运里面 像什么 像一条船 能运载一切万物 只要众生 踏到这个一条船里面 没有一个不到彼岸的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运 所以中风三十 信念前面有一段开示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叫做功德云 下面是什么呢 还有五分钟 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前面有一段开示 功德云 下面是什么 而无山不殆 相向度和 与其鸿鸣 下面是什么呢 无尔其 什么叫做运山不殆 什么叫做无山不殆 无山就是说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 阿弥陀佛要舍去的 没有一个众生 阿弥陀佛会把他放在千里之外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每个人 能够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只要你相信你发愿 而无山不殆 不殆就是意思说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道理 请问大家 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呢 对阿弥陀佛的词别呢 我们不应该的 而这种功德 我们要借助谁的力量呢 借助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 加持谁呢 加持这些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能够接引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这个叫做如上书宣 明白吗 就是希望借阿弥陀佛的力量 来借他们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但是很可惜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请问师父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 超见这些亡灵 请问师父 而这些亡灵 是不是真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真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这个是一个疑问 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 结果的三十七年是怎么样的 这个很重要的 说老实话 像师父每天的祈祷就是这样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我们这个忠心的希望 也不例外 也希望这个往生堂上 众等亡灵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有发这个愿 不但我们自己 对这个亡灵 包括我们自己 也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发愿呢 因为这个是最好的 属于中风果是不厌其烦 求我们你要发愿 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没办法相比的 无法相比 我们在这个地方 担心有一天受命到了 有死之别 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死之别 我们在这边担心 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生病了 有病之苦 甚至于这个生病 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破产了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病苦 我们在这边担心 这个身体总有一天老了 老了有老苦 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每天听到有八苦交间 不要说苦 连苦的名字 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看得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多事情让我们 不能称心如意的 不能水心手意的 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水心手意的 难道你不去吗 这个就是最好的 但是很可惜 问题不在我们 问题在众生的机缘不相同 虽然阿弥陀佛有这个愿 阿弥陀佛有这个心 接眼一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众生的机缘 迟早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保证 在这个法堂 在这个法会当中 所有亡灵 肯定都能够往生净土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呢 很多因素 你要明白 像我们今天做法会来参加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愿 有一些人来到这个地方 真的我要发愿 有一些人只是来参加 给他的父母做一个回乡而已 没有其他的念头 很多因素 我用一个比如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懂 今天这次法会 大家很诚心 要记住 诚心是我们这个法会 头一条的条件 我们主法和尚 这个三十信念一定有主法 这个主法大和尚 很虔诚带着大众 来做这个法会 用那个真诚心 来念佛 来诵经 我相信 因为你的真诚心 这些亡灵 这些众生 前面讲的 他会感动 而感动之后 他来参与这个法会的过程中 再加上内容中风果实的开示 他因为我们的真诚心 他感动了 他听明白了 听明白之后 他认识到了 他就能够信 他能发愿 他能够主动来念佛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个几率 都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说 来参与这个法会当中 特别是往生这些的亡灵 因为我们的真诚心 来做这个法会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 他的几率 都非常的高 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是假如 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 都打了折扣了 什么叫做打了折扣呢 就是你那个心不成 许许便便的 来做这个法会 那么这些亡灵 来参与这个法会 一看了 你好像在开玩笑啊 既然你开玩笑 那么没有那么认真 那我就跟你玩一玩咯 我也不会很认真啊 就是这个原因呢 就很难形成一种感应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虽然我们没办法这样做 但是这个三十信念 我们不会白做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前面中文童是讲的 名扬良力啊 只要你能够多少的诚意 在这个法会上 我们都不会白做的 从早到晚 难道这六个小时 会白做吗 会吗 不会的 只要你那个心有多少的诚意 你把这个心回向给这些亡灵 这些亡灵都会得到一些的受用 所以刚才前面所讲的 你有一分的诚信 他就有一分的利益 你有十分的诚信 他就有十分的利益 比如说因为你的诚心来回向 他今生没有发愿到西方级的世界 起码你的回向 可以改变他的眼前的生活 无论这个亡灵或者活的人 现在的人 他现在在轨道 但是因为你的诚心 你那个供养 你那个回向 在这个轨道当中 他可能会升到哪里 三三大为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相信中风果实的功德 我们相信这句名号的功德 虽然他没有往生西方级的世界 但是因为我们的真诚心来回向了 他夺到这个利益 受获 他胜在这个三三道 最好的例子 梁武帝的杯子 因为基督 因为基督 堕在出生道 身为什么呢 梁武帝的杯子 蟒蛇 很痛苦 宝制宫 制造了一个金 叫做梁黄宝灿 大家在别的道场都会做这个 梁黄宝灿 那个是很大的法会 因为来做回向 结果梁武帝的杯子 后来本来在出生道的 受苦受难的 后来生在哪里 生到天界 这个就是回向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是如果讲到 帮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就需要很多的因素了 在这个回向的时候 如果我们带着真心的希望 让他感动了 然后来忏悔 来念佛 来发愿 那这个亡灵都能够蒙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真的 但是如果这个亡灵 我的话说回来 但是如果这个亡灵 他很执着 他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也不勉强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安心 什么安心呢 因为这个法事 这些亡灵 下面的那句话 绝对有好处 这一点是肯定的 所以啊 这几年下来 我们都看得到 听得到 很多这些鬼道的众生 祈求什么 祈求做这个三十西念 为什么 因为三十西念 真的确实 敏扬两立 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个三十西念的功德不可思议 因为这一句名号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带着这个法会 一起 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啊 把这一堂法事 作为简单 来为大家 开示 做一个回向 就是这一堂功德 全部都是 为亡灵来做回向 不仅仅为这个亡灵 能够求生净土 也希望我们现代的人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也能够得到利益 确实如此 这个就是 我们所讲的 这一段的开始 最后一句 大家 Are you understand? 听懂了没? 所以啊 这个法事 能不能成功啊 那就看我们的了 就算 这两个小时 我们有真心的 我相信 一切众生 能够得到好处 我们自己 也得到好处 我跟大家 讲一个例子 我的雅加达 我的道场 我每次做法会 我的四者 法会结束 他的太太 两个人来找我 师父 师父说的话 确实真的 做这个三十系列的 功德利益太大 我自己本身 有感触到了 所以 跪下来 哎 然后呢 拿着一个红色的 红色知道吧 红色知道吗 我不敢说得太明显了 不然的话 哎呀 这个师父的厚脸皮 红色的 师父 感谢 感恩 所以啊 在这一段的开始 中风果实的劝导 确实如此啊 真的 法会能不能 圆满 就看你那个心 那个心态 的表现 你那个心态 的表现呢 好 那就功德无量 确实真的 功德三十系列 不可思议的 那下面的那一段呢 就是 但念 自从无始 弃至今生 以念为真 六根主望 随情造也 众我为非 这能留下下一次 给大家 说明了 哦 因为下面的那一段的开始啊 真的很好 哎 中风果实把我们六道的 终生的毛病 统统讲出来 而这个毛病 不在外面 都是在你自己 那这个毛病怎么办呢 下面的这一段经文 就是教我们怎么做 只有用忏悔法门 来帮助我们 所以一切佛法里面 到最后 都是在讲这个忏悔法门 包括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也不例外 都是饶着 这个忏悔法门为中心 我们今天念佛为了什么 都是忏悔嘛 为什么忏悔 因为我们反复嘛 我们今天念佛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反复 所以反复避免不了 有自己的过失 因为反复 所以避免不了 会自己去造语 生 口 意 善 意 都避免不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下面 讲得非常好 只是很可惜啊 时间到了啊 只能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来分享 最后啊 祝福大家六四吉祥 祝福大家法体安康 祝福大家老实念佛 最主要的将来 我们同生极乐果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在这个世上啊 能够放下就放下呗 能够看破就看破呗 为什么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啊 许远就好了 莫强求 因为到最后 勉强自己 勉强别人 苦还是别人 苦还是自己 所以啊 许远 时间到了 好好念佛 将来同生极乐 这个是师父的信愿 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 在这个地方 学这个法语 在这边讲的 是我的一个信愿 好好念佛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 请你们大家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